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大家终于盼到了中国国际电视台女主播刘欣和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女主播翠希他们的电视辩论 但是结果呢 确实说让人大失所望 第一点呢 是这次辩论的时间太短 仅仅16分钟就结束了 对于一场关于政治话题的辩论来说啊 你最短你也要有一个小时嘛 标准呢 是一个半小时 比如说美国总统静小人他们的电视辩论时间就是一个半小时 因此北京方面这次提出他们和美国进行的所谓辩论 这个辩论时间啊是限定在15分钟左右 这个呢 本身就表现出来北京他不想进行辩论了 所以他才把辩论时间定的这么短 而且呢 在这一次16分钟的所谓辩论的时间当中啊 完全是美国的女主播翠希在提出问题 中国的女主播刘欣啊在回答问题 中国女主播没有向美国的女主播提出任何的问题 就是她主动没有提任何问题 我们所谓的辩论他就指的是双方向的辩论嘛 就是一方提问题一方回答再另一方提问题另一方回答 可是呢 这次呢 他就不是一个双方的辩论 而是一个美国单方面的提出问题 中国单方面回答就成了一个单方向的采访了 就是一方面提问题一方面做回答 这就是典型的北京外交部 所谓的答记者问这么一个形式 就是外国记者提出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进行回答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辩论会的 成了一个答记者会了 所以可以说这次所谓的辩论会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中国女主播答美国女主播问 她和那个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的答记者问 其实是一样的 但问题是当初啊 这个刘欣和翠希 他们在网上约假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 说是要答记者问的 他们双方都是说 声称要经常一场辩论 而且呢 一直到这个这次的电视辩论开播之前呢 这个电视预告也都声称 说双方要进行一场辩论 那么为什么一场所谓的辩论 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答记者问呢 这个道理啊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中方的女主播 刘欣故意她不辩论 我们常言说一个巴掌拍不下 两个人你要想进行一场辩论 必须双方都是积极的向对方发起进攻 这样的你才能形成一个辩论的气氛 如果是一方他不进攻 只防守 不向对方提出问题 只回答对方的问题 那么必然这个所谓双方向的这个辩论啊 就会变成一个单方向的那种所谓外交部 发言人答记者问的东西 这次美方的女主播翠希 其实还是想辩论的 她提出的几个相对都是比较坚韧的问题 但是呢 中方的女主播刘欣 她就是顺着这个翠希的问题啊 她顺着她的问题回答 她不是进行辩论 这样一来呢 搞得这个翠希啊 想辩论也辩论不起来嘛 一个巴掌拍不响 所以这个辩论就没有辩论起来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一场电视辩论是怎么来的 在一个多星期前呢 当时候美国的福克斯电视台的女主播翠希 就发表了一段批评中国的言论 她表示要支持美国川普总统 对中国的这个强硬态度 当时翠希声称啊 是美国已经别无选择 她只有跟中国打贸易战了 在几天之后呢 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女主播刘欣啊 就发表了一个五分钟左右的电视短片 就专门啊 对这个翠希的言论 进行了点名的批评 当时刘欣批评翠希 她的言论的言辞啊 她是相当激烈的 她说这个翠希是川普总统的代言人 她的眼睛几乎都喷火了 那么面对这个刘欣的点名批评 翠希当然她也不甘示弱嘛 翠希啊 她在她的节目当中 就花了十一分钟再次来反驳 刘欣对她的批评 而且呢 翠希还以这个同样的 就是很激烈的言辞啊 就对这个刘欣就下一个战术 就是邀请刘欣啊 我们来一场电视辩论 也正因为过去双方都曾经啊 用激烈的言辞去批评对方啊 所以人们都期待这次双方这个电视的辩论啊 会变成一个言辞非常激烈的一个辩论大会 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刘欣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他根本就不敢和翠希辩论 他等于说主动放弃了辩论 也正是因为刘欣主动放弃辩论 我们说这次辩论啊 当然就是刘欣完全输了 可能有一些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他们认为在这一次辩论当中 刘欣的态度友好 不卑不亢 他的风度上压倒了翠希 所以说只刘欣赢了 这种看法显然叫做偷换概念 因为辩论不是表演 他是要争辩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 要争辩谁有理谁无理的问题 这个和你所谓的风度毫无关系 比如说中美贸易谈判 如果有人说中方谈判主帅刘鹤 他的态度是不卑不亢 风度上压倒了美方 所以呢 这个贸易谈判就是中方赢了 你这样的歪理 肯定不会有人接受的嘛 因此这次刘欣和翠希的辩论呢 他应该是辩论这个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这场贸易战 是中国错还是美国错 是中国有理还是美国有理 这么一个辩论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辩论啊 应该集中在美国抓孟晚舟 和封杀华为公司 这两件当前啊 中美之间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刘欣应该主动向这个翠希 发起辩论 他就说啊 美国抓孟晚舟 你是对还是错 美国封杀华为公司 是有理还是无理 他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辩论 然而刘欣在这次辩论当中 他不敢提现在这个中美两国啊 当前最为就是争执最为激烈的这样的问题 他就不敢和美国人辩论 抓孟晚舟到底是对是错 封杀华为公司是有理还是没有理 他就不敢辩论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敢辩论这个问题 其实说也就是说刘欣已经就投降了 估计啊 当时这个美国的女主播翠希 她是专门对这个孟晚舟和华为公司的问题啊 她做了很多的准备 她要回答这个刘欣对她的挑战 可是没有想到刘欣居然只字不提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么翠希当然她也没有必要主动去这两个问题了 于是呢这个辩论就在一个很祥和友好的气氛中就结束了 其实呢这个翠希啊 她还是很想跟刘欣进行一番辩论的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翠希就对刘欣提出来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首先翠希说 我作为福克斯商业台的节目主持人 我不代表任何人讲话 只代表我自己 我的客人是中国共产党的议员 不过这并不是问题 正如我所说 我欢迎在这个节目上表示不同看 刘欣回答说 我必须要澄清 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这是有据可查的 请不要假定我是党员 我不代表中国共产党说话 我今天在这里只代表我刘欣自己 一个为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的记者 那么翠希他首先说他不代表任何人 只代表他自己 那翠希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因为上一次刘欣是指责 翠希说他是川普总统的代言人 所以呢这次呢 翠希就要告诉刘欣说他不是川普的代言人 他只代表他自己 而且翠希还反呛一句 特别指出刘欣说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那翠希的意思就是说 你刘欣指责我是川普的代言人 你刘欣才是中共的代言人 翠希本以为他这一个开场白 就可以将刘欣一军 可是没想到刘欣来了个甩锅 说他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他不是中共的代言人 他说话不是代表中共 只代表他自己 那刘欣之所以敢甩锅啊 说他不是中共党员 他不代表中共 这个肯定是事先啊 是得到上级的一个特别的批准 因为刘欣工作的这个中国国际电视台 他是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直属的机构 他过去啊叫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部 后来呢他就改名称叫做中国国际电视台 其实他还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直属的单位 所以刘欣事实上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那是中共最关键的喉舌之一了 习近平去中央电视台视察之后 当时候央视就打出标语啊 他说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 那既然央视信党嘛 那刘欣是作为央视的工作人员 他能够不信党吗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刘欣如果没有得到上级的特别批准 他肯定是不敢说他自己不信党 那么因此刘欣肯定他是得到了上级一个特别的一个批准嘛 特别批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 他不信党 这样呢就可以巧妙的躲过啊 这个翠西在开场白里面一个咄咄逼人的一个公式 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不过呢刘欣说他不是中共党员 他不信党 虽然说你可以躲过避开这个翠西提出的难题 但显得他就是很胆怯嘛 他不敢堂堂正正的辩论 连自己信党都不敢承认了 这样一来呢 刘欣可以说在气势上一开始他就输掉了 那这个翠西看见刘欣甩锅 说他不是中共的代言人 只得把他自己 那翠西这个辩论话题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所以呢 翠西就换了一个话题 就专门就问这个刘欣他个人的意见和看法 于是翠西就提问说 你可以评估一下中美两国在贸易战中的处境吗 你认为中美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吗 翠西提的这两个问题呀 其实完全是问刘欣个人的看法 就是请刘欣你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评估一下 中美两国在这个贸易战中的处境 请刘欣谈一谈他对这个中美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 这可以看吧 可是呢 刘欣在回答这个翠西的问题之后啊 他就表示他没有个人意见 其实就是说刘欣表示他其实还是信党嘛 所以刘欣回答说 我并不知道我也没有内部消息 我所知道的是中美双方上次对话并不成功 我认为双方都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们看他这个翠西他只是问刘欣你个人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 刘欣你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法 这等于是刘欣他又承认他就是信党嘛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看法 他只有党的看法 所以呢 刘欣他说的下面很多话都是跟中共党媒上说的一样的 这也就更加说明刘欣啊说他不信党是假的 他就是信党 那翠西看刘欣他不愿意谈个人意见 所以他就把这个话风他又一转了 就转到美国人最关心的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这个翠西就说那我们现在谈一谈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美知识产权的问题 翠西就说我们现在谈一谈最重要的问题 中美知识产权问题 FBI有很多证据证明 中国从美国窃取了大量的企业秘密和知识产权 那么刘欣在翠西这个很强大的攻势之下的 他就不敢和翠西进行正面的反驳 他反而承认说中国存在窃取美国企业这个商业秘密的问题 刘欣就说我不否认中国存在知识产权侵权 存在版权问题 存在盗版甚至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 我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事情 当然有些情况下个人企业会去盗窃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在世界各地都常见的做法 在美国也有公司因为侵犯知识产权而被起诉 那刘欣他首先就承认中国啊 他有这个窃取这个企业秘密的行为 那么这样一来这场辩论马上意味着刘欣就输了嘛 当时美国媒体就马上报道 刘欣在节目中承认 说是中国公司有窃取美国企业这个商业秘密的行为 这个就是美国的一大胜利 因为在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啊 当时候北京政府是一贯否认 说是中国公司有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秘密这个问题 现在刘欣公开承认 当然就让美国人是大为兴奋了 虽然说刘欣还进行一些辩解 他说这个窃取企业秘密啊 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 并不是仅仅中国在偷别人也在偷 但不管怎么说 刘欣你是承认了中国是偷美国的企业的这个企业秘密 就等于说刘欣承认是中国是有罪 这当然就是美国的一大胜利嘛 崔欣还对刘欣提出了说中国有强迫外国企业转让技术的问题 不过刘欣啊他也没有敢进行正面的反驳 他没有敢说说中国不存在强迫技术转让的问题 刘欣啊他就是避开了崔欣的问题 来那个绕了绕来绕去就是所达推手问把这个问题给绕过去 总而言之啊刘欣要做没有一个问题 他敢正面对崔欣进行反驳 从而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吗 崔欣你要想跟刘欣进行一个辩论 刘欣不进行反驳他辩论也辩论不起来嘛 所以这场辩论啊就成了一个答击者问了 我们看刘欣在这场所谓的辩论当中啊 可以说完全处于下风 他根本就不敢向崔欣提任何的问题 完全是在崔欣这个逼问之下 刘欣进行回答 这个呢也就显示出来啊 北京啊不想和美国进行什么辩论 北京只是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既然北京不想跟美国辩论 那么当初那刘欣你不理会这个崔欣的挑战书就完了嘛 他完全可以就很简单的避免这场辩论 那么为什么当初北京又要让刘欣接下这个崔欣的挑战书呢 估计啊最初啊是北京是一个强硬派在做主啊 或者是当时习近平一时兴起啊 一时很生气 就是想当面数着教训一下美国人就是要让这个刘欣啊和美国去辩论一下 你们凭什么招蒙晚舟啊 你们凭什么封杀华为公司啊 就要在这个问题上要和美国辩论一下要出一口气 可是后来最后习近平仔细想想啊 他又感到胆怯了 因为习近平认为这样的辩论呢 如果你当面数了美国人他就担心啊会把事情进一步激化 就会造成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那现在习近平就想了 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为了避免这个事态的恶化 习近平啊就赶快叫停了这场辩论 不过呢因为刘欣他事先已经答应了辩论 如果北京你单方面取消辩论好像也很没有面子 所以他就硬着头皮就接下这次辩论 但是呢刘欣啊在辩论时候他故意放弃辩论 就不和美国人辩论 这样一来这15分钟的所谓辩论就草草就结束就收场了 这样一来呢又实现了所谓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次中美两国这个女主播的辩论啊 又再次显示北京习近平叫做外强中央啊 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又掉链子又软下来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